20分钟吃到餐!无人机飞进上海快递 来源,中央社。在订餐外卖发达的中国,无人机今天正式加入送货队伍。 业者表示,这标志了即时配送从劳力密集行业向技术密集行业又迈进一步。 综合科技媒体腾讯科技核36克,中国订餐外卖平台饿冷吗?今天宣布获准开辟中国第一批无人机即时配送航线,送餐无人机正式投入商业营运。 用户从下单开始,平均仅需20分钟即可收到外卖。 在订餐外卖发达的中国,无人机今天正式加入送货。用户从下单开始,平均仅需20分钟即可收到外卖。 中心设资料照片。 中心设资料照片。 中心许的无人机可飞行区域。 中心许一开始的取货和最后的送货还是由送货员完成,而无人机负责中间涵盖7成的路程。 中心设资料照片。 厄罗美营运长康佳说,即时配送行业正加快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进化。 人机配送带来的也不只是单纯的效率提升,还包括调度系统、运力组织等环节都将发生变化,及时配送行业将被重构 除了以无人机送餐,根据界面新闻,中国的中国邮政以及京东、苏宁、顺丰等快递或电商平台业者也都在进行无人机送快递的试点